您好 欢迎收看这一节的 及时新闻现场 首先带您掌握的是国际战士 俄军猛攻基辅 甚至还出狠招 发射导弹 击中了当地一处住宅高楼 使得当场熬出了一个大洞 甚至还轰炸郊区的除油槽 这距离市区其实只有20公里而已 不过乌克兰军方也表示 目前俄军战时打住基辅尚未沦陷 而入境乌克兰军事行动至今 已经有3500名俄军阵亡或受伤 基辅一座住宅大楼惨遭导弹命中 立个角度画面也最新曝光 威力强大的导弹笔直划过天空 接着穿过高楼扎出一个大洞 至少有三个楼层的外墙和天花板 统统消失不见 附近路面满是残骸 民众合力抬出三名伤者 屋主奇迹似生还 躲在家都不安全 就连开车也有危险 一名男子开到一半 导弹就在耳边炸开 瓦力四散全喷到车上 要是导弹直接射到它 后果不堪受想 首都基辅保卫站持续僵持 乌克兰南边的俄军 持续北上深入国土 27号凌晨 基辅接连发生两次大爆炸 距离市中心只有40公里 据了解当地除油槽遭俄军轰炸 同一个地点还有军机场 以及核废料处理场 只是俄军入侵陷入停滞 乌克兰当局表示 攻击首都的俄军部队未在挺进 入侵活动至今 已有3500名俄军伤亡 甚至有俄军还没开战 就半路投降 因为开到一半竟然没有 路过了乌克兰民众狂酸 说要把他们拖回俄罗斯 里头也出现乌克兰男子挡车画面 一名男子爬上俄军坦克 这车还持续往前开 男子下车用双手阻挡 接着他直接双膝跪地 求俄军别再前进 俄军拿下车诺比核电厂 还挟持场内的工作人员 没想到周围的辐射值突然增加 由平均3200维西服 上升到93000维西服 狂飙29倍 专家猜测 因为俄军 以防重型均械 导致辐射层 释放到空气当中 将持续监测 是否有外界危险 记者 总 我没有想到